聆听老叔演讲的感觉 就像他的名字般 总不禁被他那极富创意的表达方式 与幽默生动的演说效果所感染 使得听讲的过程 不仅是一趟知识和智慧的学习之旅 更是令人身心舒畅的精神想念 所以呢 能倖手拧来接文章 美丽表达无障碍 除来自于书国文老师精湛的专业 与丰富的辅导 培训经验 更是因为他在表达的过程中 总是比别人多一点创意 多一些用心 也因为这样别出心才的创意表达 加上他精于整合与创新的能力 让书老师在成为杰出的专业演说家之外 也是一个成功的新自由作家 与口才产学家 目前是IOS 人员整合学资商教练兼首席 讲师的书老师 曾被管理杂志评选推荐为500大讲师 老师其授课的最大特色 总是想方设法 让听讲的所得在生活中落实 进而塑造一种超脱旧有惯性的 崭新思维与实践动力 您渴望突破现状 超越宿命吗 聆听书老师 成功之门将为您展开 我们热情要约的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各位金牌上班族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谓认同就是有缘人 想要了解就是自家人 我相信我们都是自家人 这是一个非常创意的年代 这个题目叫金牌上班族 什么叫金牌上班族呢 现在上班族叫上班族 为什么叫金牌呢 现在是一个全球大洗牌的一个环境 并非经济萧条的环境 既然在大洗牌当中 也就是说你原先没有钱 可能变成有钱 你原先不行的东西 可能变成行 你原先可能没有机会 可能变成有机会 所以在这新的环境里面 你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跟技法去面对这样的环境 这是我们今天来思考 那上班族的紧急出口 要活路就要有出口 如果没有活路就没有出入 所以有活路就是要找到 上班族的紧急出口 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什么时候上班族呢 在座各位应该很多上班族 对吧 那上班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各位现在环境在变了 各位知道在怎么变吗 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来请大家跟我念好吗 没有知识要有常识 没有常识要经常看电视 没有看电视记得逛夜市 没有逛夜市记得进教室 听专家指示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偶尔要调整知识 才不会有事 来请各位好朋友调整的知识 比较不会有事的知识 我看一下 很有自信 很有创意的知识 我看一下 有人看起来像兵马俑 有人看起来像菩萨 好 有进步了 各位啊 金牌上班族 这个金牌的环境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角度 你的薪水可被切割吗 第二个 你的时间可被切割吗 第三个 你的上班地点可被切割吗 我跟各位报告 我个人的工作的属性就是这样 各位你看 我早上还在嘉义 昨天在彰化 还在桃园 现在又在台南了 我地点有没有被切割 有 我时间有没有被切割 有 所以各位 这是很重要的趋势 今天要告诉各位一个 新的未来 新的社会 新的生活 新的人类应该怎么样去过生活 怎么样来上班里面 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 这是我们要探讨一个话题 所以薪水要能够被切割 地点要被切割 环境怎么样 能够被切割 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角度 那再来啊 这是一个切的角度 第二个叫财 各位这个金融风暴 各位最近有没有财员啊 有没有 各位最近财员不少人 所以你看啊 大家都在财员 包括很多很赚钱的店 他也在关店 所以关也是这个时代 我们要思考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思考的角度 所以现在啊 人力派遣公司 非常的盛行 为什么 因为很多非核心业务的人员 怎么样 都外包了 核心业务的人员怎么样 握在手上 顺便看啊 各位 大家有危机意识 非常的重要 现在这产品不赚钱 会不会关啊 也会关掉 这些不赚钱的产品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 一个新的想法 你的时间可被切割吗 薪水可被切割吗 地点可被切割吗 就是上班族很重要的思考 包括现在高铁 有没有 非常的非常方便 像我今天啊 早上一早都坐高铁下来 有一位司机开300多公里时速 载我下来 那叫高铁先生 有没有 这个很多高科技能 缩短人际性的距离 包括上班 是不是也在缩短 也在缩短 包括我们这个演讲也是一样 未来可能各位 不用到现场来听演讲 在电视上 在网路上 就可以听看到演讲 顺便看 这个趋势一直在变 所以各位 切是大家去思考的一个角度 第一个字叫财 你要思考 你会不会被裁掉 裁员 能力派遣 这慢慢都会怎么样 慢慢的起来了 第三个叫关 所以这三个字 先开中名 跟各位报告 金牌上班族 这三个要去注意到 那再来我们再看看 我刚刚讲说 有创意才有生意 有创新才会怎么样 调心这顺便要谈的话题 你如何成为一个超级点子推销员 那我现在演的角色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三切 第一个我要演到新自由作家 现在的新自不自由 通常不太自由 有时候为了工作 为了薪水 为了家庭 对不对 但是各位今天来这边 是自由的请举手 不是被派来的请举手 被派来这么多啊 被派来的请举手 有没有抽签抽到的 应该是没有 所以我们看各位 很重要的 你来这边 你的新自由 所以我现在在做 从事一个第一个角色 叫新自由作家 第二个角色 专业演说家 刚刚我跟我们红社长在聊 什么叫专业 他说非常顶级的特殊能力 我说我的专业是专门怎么样 帮人家制造业障 开开玩笑 那我的专家 这是专门骗人家的 这也是一种创业思考 所以你用怎么样角度去思考 值得我们来探讨 第三个 我扮演的角色 叫口才残学家 我以前练是电子工程 后来练商学 再练国际气管 在研究行销 那我发觉 行销很多人在做 但是问题来了 行销里面有一个P 叫promotion 4P里面其中一个P 叫promotion promotion要不要靠人 叫people 那人最重要 怎么行销呢 靠说话 但说话口才有人在做 我就给他来点创意 加上残学 就叫做自我区隔 差异化的行销 那残学这种身心灵的实践 非常重要 所以我第三个角色 叫做口才残学家 那我下一个角色扮演 叫做训练观察家 各位现在训练在改变的 各位知道吗 整个训练在改变的 不是一种上课方式 而是一种体验的方式 我举个人指 到台北 京华城 我不知道各位去过没有 台北京华城 有一个 里面很多种行业 让你的孩子带去那边 然后你就可以尝试很多的行业 那消防队 医生 护士 警察 结果到最后 小朋友都喜欢一种行业 各位知道哪一种行业吗 叫做消防队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玩水 其他不能玩水 小孩最喜欢玩水 所以我们看 让孩子提早去体验 一种新的行业 我想这是一种创意的表现 所以现在创意多不多 非常多 但是各位 我发现人际之间互动 没有创意 我举个例子 我父亲 82岁了 然后打电话给他的朋友 都是一些老战友 第一句话 讲什么你知道吗 你还没死哦 你还没死哦 我在旁边听到 实在怪怪 怎么说人还没死 其实现在 超级80岁的人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我们看各位 这里没有创意 有创意 他们可以接受就好 但是视察上 可不可以接受 似乎不太能够接受 所以创意 各位我们今天谈的东西 超级点值推销员 就在谈创意 你的创意 还要去推销 市场要可以接受 市场可以接受 你的创意才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来谈几个例子 比如今天带我的名片来 各位看我的名片 我是刚才换名片 你是年轻 我已经用正面Q版的 而且今年是鼠年 我发言是鼠 明年是牛年 已经印好叫牛年 所以如果你是年轻的 我就给你鼠年这一版 如果你是年长 年纪比较大的 我就给你背面 就是本尊这一面 所以你看 既然没创意 有创意 所以各位环境在变 很多人拿名片怎么样 就丢掉了 为什么 没有创意 没有一些收集的一种 什么价值存在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再看看 我有一个学生问我说 老师 我读历史系也没有出息 老师给我点创意吧 我说历史系非常好 老师哪里好 我告诉你 读历史是在说故事 对吧 那说故事的时候 各位现在市场比较薄 如果可以加一个行销 那就有市场 因为市场需要故事行销 说故事行销 我说我建议你 一定要再去修一个 叫做行销系 或是拿一个行销双学位 你就会有市场 你说就会是在市场地区 就会有市场和市场地区 你需要果然arbeta 里面和市场地区 就会有市场地区 就会有市场地区 然后呈现问题